Mangroves are a very special group of plants They provide a lot of beneficial ecosystem services to humankind The loss of mangroves, the loss of coastal habitats is really a catastrophe It's actually a food security issue, it's a regional security issue Katharine Lovelock教授在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工作 李晨叶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 两人都是著名的海洋生态学家 他们虽然相隔数千公里 但在保护和恢复沿海湿地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 洪树林具有独特的耐风浪能力 这意味着它们有助于保护我们的海岸线免受侵蚀 它们还可以清除暴雨浸流中的污染物来赶上水质 否则这些污染物会抵达海草和珊瑚礁等栖息地 洪树林是鱼类的重要繁殖地 与其相关的潮汐滩土还为鸟类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因此有很多理由需要重视红树林 Lovelock教授和李教授同是一个国际工作组的成员 负责识别和保护压力下的生态系统 李教授在回到香港之前 在昆士兰的格里菲斯大学 花了20多年时间研究澳大利亚的红树林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科学家们已经看到了红树林向内陆退缩 并在一些地区扩张的迹象 但是翁树林也逐渐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关键武器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支持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价值 同时会保护土地受到风暴潮的影响 事实证明它们在清除大气中二氧化碳方面也非常有效 但是两位科学家都说 所谓蓝碳并不是气候变化问题的解药 保护红树林的理由非常清晰 而且跨国科学合作也在继续加强 因此,我们探索的区扩张的角色 我们探索的区扩 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核心 更多了 成为研究科学家专门 是并将将我看待的观看来 MangoScientist